到龙袍送给自称真命天子的你 希望你透过镜子看看自己的灵魂 全力就像魔戒 柯文哲八年市长任内 科学家王世坚一口气连送 龙袍 魔镜 魔戒 汤匙本机 脚踏车等等礼物 其中还包括这座专门打造的巨型木马 你变成了中共的最佳代言人 柯文哲收礼时总是一脸无奈 唯独2018年这件龙袍让他爱不释手 只有这套龙袍他拖了十天才送回来 在他的小办公室里面 他有穿着做一些心理治疗 柯文哲担任市长时就有心挑战大卫 王世坚当时早就试破 但送上的礼物将要在民众党四周年党庆说拜拜 一日双塔撞举的那个男人登场了 这一新新闻独家揭露 8月6号党庆定点选在台中 活动口号命名为好似发声改变成真 流程一大亮点拍卖会 柯文哲将一口气把过去 王世坚四年精心准备的所有心意 一次拍卖掉 他有差那么一点吗 这一点我觉得不可思议 奇怪那他还回来的更多 那些要怎么办 他还要我送回给他呢 因为他要卖 要卖就一次卖个够 这些物品应该都是大家共同拥有记忆的 礼物对不管是对柯文哲而言 或是对柯粉而言 其实都有一种不同的意义 整整三十二件王世大理 现在柯文哲身边究竟又还留下什么 小达车那时候后来也有在市长室里面出现过 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试骑过 留在身边 好做对自己的一些警示 云大于他能够拍卖的所得 礼物满到歌爱大心仓 柯文哲要把王世坚的这份爱 继续传承给下一个有缘人 静新闻谢谢廉志豪黄冠伟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